上個星期五就推出了保就業計劃 其實股票市場方面反應都OK的 因為例如罪福鬧1978或者譚仔升了8% 太興升了5% 大快活都升了4% 今天就有機會公佈社交距離措施的中期編討 在疫情防控方面 其實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個星期就有少少轉了口風 就說要用最少的代價去實現最大的防控效果 之前的用詞就是不適代價的 香港方面其實大家就觀察著會不會緊跟內地的政策走 你覺得今天有沒有希望有一個比較大幅度的放寬 就是回復社會比較正常的運作 譬如商場或者租務相關的股份是否能夠衝勁 我覺得是可以衝勁的 但問題這些位置追又遲了一點 你講的問題就是當你這一刻看到消息很快 我們講過很多次的 所有疫情股當你面見到消息很轉 未來見到整個社會活動開始好很多的時候 你可能那些人已經是開始獲利匯套的狀況在這裏 這個板塊在過去這兩年發生了些什麼事 很多時候都是說buy the rumor, sell the fact 所以未來,如果你未來講到社會活動 回來了,放寬回來了 市場反而會擔心就是講這些公司 可能講短線的現金流上面還要消錢 可能甚至有些配股風險在這裏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沒有買到的話,你都見到很多口的了 那個圖表上面無論任何一個角度上畫到下降軌等等都好 都是一個人破勢頭,你不會這些位置開始追追 那大問題就是,如果你用一個分注給納的形式的話 可以的,但是這些位置最多是第一注的 那所以你暫時再追,我自問就是,我自己覺得這個直播率真的很不吸引 那但是這些板塊上面,如果你是做長倉部署的 我們這兩年都在講的,你一定是要拼搏的 這些疫情相關股份一定是總會能夠受壞 那但是收租股上面,我覺得看你風險取向而已 現在的市況上面,你最進取的一定是賣1997 安全一點的就賣823,但是不只是收租股能夠受壞 還有零售股,甚至是航空業等等 那但是零售股上面,我覺得港股上面沒什麼特別 零售股始終是港品牌優勢的 那但是你說港股上面有沒有什麼零售股上面 那個品牌優勢很獨特很unit的,真是見不到 那所以就賣收租股為主了 如果你是在講在抗疫或者疫後復甦的概念上面 主要圍繞著兩隻,哪隻topic 我會講一下選1997和國泰293